以后不许这么胡闹 知道吗 我怎么了 那些事情不像过家家那么简单 我哪有过家家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 不需要 早点休息 你 你干嘛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除非你说回你刚才说的话 我说得没错 你倒应该想象你自己 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感激 我再也不理你了 人哪 算了 不管他 眼不见心不凡 糖醋排骨 焦花鸡 还有西湖粗鸡 郡主 糖醋排骨 这是俊玛爷特意从如意楼买的 嗯 他买的 那吃了其不是很用面子 怎么不吃啊 特意给你买的 我不饿 不饿我吃 嗯 少爷 还是等郡主一 他说他不饿 好香啊 郡主 这些全部都是俊玛爷给你买的 俊玛爷真厉害 连郡主喜欢吃什么 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就要你能 吃错就改就行了 我 我一点都不饿 你们自己吃吧 好香啊 你是不是又跟他弄别扭了 闭嘴 子昂 都给我吃干净 不许伤 郡主和俊玛爷 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 这住在一起嘛 难免磕磕绊绊的 你等我一下 我去问问有没有事 嗯 去吧 你成为是我 样子吃 真得太惨了吧 不过没关系 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 我感觉自己都胖了 偶尔换换口味也是不错的 我 小丸子 你跟俊玛爷又发生什么事了 你又做错什么了 我 是他 太 看不起我小丸子了 所以我在对他进行惩罚 我 我看 这被惩罚的是你吧 一会儿我就给你做好吃的 特别多 真的吗 还是你真好 这俊玛爷的脾气不就是这样吗 退一步海阔天空 小不忍则乱大谋 所以说呢 你只要想开一点 就没事了 对了 糖醋排骨还有吗 怎么一个都不剩啊 看来惩罚的 真的是我自己